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又不是阿姨 不是啊 《夜人者》 其實401集才是我們真正慶祝的一集 因為有些人,怪著玩遊戲 玩遊戲也有遊戲就玩了 玩遊戲 應該是400集播這集 3個遊戲我想說 你不能怪我,我有玩,我真的沒空 這集是400集 真正的400集 上一集是400集 399.5集 好 上季還有一套救回我們是還沒說的 看得那麼齊人的話 不是很齊的,四個主持都還沒齊人 有些在學校那些不算 他們精神發功支持我們 因為他們可能未必有看 通常這位人興做的作品我們都會齊人 一定會有人看的 一定是爭議性太大了 他近期爭議性太大了 如果說動畫作品來說 他沒有一套不是爭議性太 因為只有兩套 我認同的 爭議性也很有玩 他自己親手操刀的動畫作品 應該這樣說 他經過上次的失敗 再經過今次的失敗 很多人不認同上次的失敗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不能夠不否認就是 他真的失敗了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 麻子準的第二套動畫作品 那就是孝特 當然剛才說過 Angel Beast 人們覺得他不是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人們是幫他去補菲說 其實他不是想著做一套動畫 他是想著做一隻遊戲 這套動畫 只不過是前奏的宣傳 這一套現在也是有人這樣幫他補菲的 那也要第二套 還要幫他補菲 但問題是請你回來學生做動畫 不是一個遊戲 其實在這套動畫的期間 製作群裡面也有人說 其實麻子寫的一些腳本 他寫的那份東西 很明顯他們的言語間是說什麼呢 這傢伙真的不懂得寫動畫的一話腳本 究竟是有多少的 就是你每一輛車一大搭過來的話 然後他們說 我們還要去看看究竟Mindy應該篩選出來 成為今集我們要去做的內容 當然他說到麻子也是一個很敬業的人 他說他經常都出出入入的 動畫製作的期間 OK了 他挑戰完上一季 Androbeats OK 他再挑戰多一次十三集 為了洗策這個污名 他說得明白 給那些不喜歡Androbeats的人 給那些說Androbeats是垃圾的人看 他證明Androbeats不是垃圾 然後把這套新的垃圾出來就行了 你說得很垃圾 不是真的不行 這樣說 夏洛特 在這裡其實 你可以說 他一出來那一刻 他給了一個很鮮明的主題 如果你相較於Androbeats 不是跟其他作品比 只是跟Androbeats 在第一個的主題 其實他是清晰的 你先不論 好像我們新法所說 那三個人真是說 我發現了一個超能力者 我們的目標 就是為了讓他不要再用超能力 然後跟著就說 我們的行動是秘密的 因為在我們背後 還有一班不知什麼的科學家 是很想捉我們 而當他見到一個能力者的時候 他第一句就是去說 我知道你有能力的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也有能力 So off 那你相信吧 其實他們是不排除他 這個能力者有機會 臥底 是已經被這個研究所捉住了的研究者 當然他們很神的 你不要管 而他們說辭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總之就沒有用 因為這樣的一個能力 就過了青春期之後 就會消失了 你現在用的話 你長大之後怎麼辦 而其實我發覺在很多事件裡面 大體上那一班的年輕人 他們是沒有打算過 將這個能力 是拿來發展成為一個職業的 不是有 有人拿來唱歌的 至少你的命題上 我會覺得你這次 是清晰很多 就是當年NOBX的情況就是 你的基礎似在一個虛華的世界之中 跟你說的很簡單 他們的概念就是 你死了不代表你死了 死了不代表你死了 你只要消化這個概念 已經很困難了 一套東西的命題是 講生死 但跟他說死了不重要死了 其實是一個應該很奇怪的矛盾 他已經顛覆了我們的常理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 夏樂特的基礎是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裡面 至少是一個我們在三次元 我們很常見的世界 一個普通的日本社會 這樣計算 你說是超能力者 不平常的 是不平常 但動畫作品很平常 很平常 你隨便找到動畫作品 通常都是超能力的 不是你應該說容易接受 很多的入境 在ANGEL BEAT來說 是容易接受的 世界觀 而且他的能力也不是很難理解 可能是有些讀佛一點 但主角來說 可能是讀佛一點 五秒控制 其實這個也有些心靈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不理解不了 我們很難去摸索 其實不是 至少我入門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明白 至少我明白 這是第一步 我不要我不明白 我在前幾集的時候 不理他也很無理 其實 他是有點像美劇的Hero 當然他沒有群像劇那麼高 我知道 他那個架構 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裏面 出現了很多的超能力者 其實 而他的設定裏面 和所有人獲得超能力的方法 和Hero都是很相似的 都是突然之間 某一日 日式 突然之間 很多人都有超能力 你別問為什麼 總之那個日式很厲害 當然你說 如果說得另一套 逐套的 快要拍電影版 全能人廢能事 在衛星墜落的期間 所有人都在打飛機 所以說 這群在打飛機的人 全部都有超能力 他是一個設定來的 你不要理設定幾無理 總之 就是這樣 所有人都有超能力 你不要理那麼多 我覺得這件事 好像剛才兩位之前說的 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這件事 從動畫作品來說 有點不難理解 故事裡面 其實前奏裡面 他全部都是 發現了一個超能力者 超能力者 其實說 其實我用超能力 其實我不是為了自己的 很多時候 其實我是為了實現一些 或者去幫助一些其他人 而去使用自己的能力 就是好像棒球首位 其實我不是為了自己成為 這個大聯盟99號摩球的使用者 我是為了令到我的朋友 那個部首 能夠揚名立馬 而 為什麼要揚名立馬 就是就是要贏比賽 不贏比賽的話 這個部首是不會被人知道的 還有他還有一件事 就是 一開始另外一個問題 比較重 剛才樹齡都提過 就是可能說 他超能力者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看到他一開始第一集 他主線的發展下去 會是如何呢 就是 最主要他說了一個黑幕 就是可能 有這樣的科學家 會來抓你 所以為什麼 無論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棒球手也好 還是 懂得去棒人拿照也好 你不要讓 運用上是什麼 他們為了主角群 為了保護他們 希望他們不要做 作用不能力 就免得他們被這個科學家 抓走了 其實 當然我覺得中間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 你用超能力 你用口頭上的承諾 去叫對方不要做 我想說 如果我作為一個超能力者 你叫我不要做 我可能都會偷偷用的 你都不會在意 你可以做這些 因為這個是沒有說服的 你叫我不要用 但你自己在用超能力對我 這個也其一 就算你用口頭上叫我不要做 但我偷偷用 你又來一次又勸我 這個是特別要不自本的 你總會有這個不聽話 這個我也算了 但至少你的命題上 你應該有卡幕在這裡 至少我期待會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早期他們有一個 學校怎麼來的 學校幫助出能力者 有出能力 就像主角一樣 進來學校轉學 立我們管理和控制和保護之下 那就OK 你不聽話不要緊 我們學校也叫安全 但後面那些 你不要用啊 聽著啊 你不要用啊 我們走了 回去吧 再見 這樣就會 沒有說服力 我用我 你出不住的話 對不對 這個位置呢 其實有一個絕對性的差異 就是什麼 Andro Beast裡面 OK 你所有人都有一件 不能被釋懷的事 你們被困在這個空間裡面 能夠被解放的條件 就是釋懷 是在同一個舞台裡面 就是你三口裡面 你每天都見到他 但在校特這套故事裡面 OK 超能力者是分在不同的地方 而問題就是 現在的目標就是 他們其實有一個 挺致命的問題 就是 OK 我為什麼要用超能力 我理解你為什麼要用超能力 我不想你用超能力 然後跟著說 我用超能力這件事件 其實是有我的苦衷的 然後跟著什麼呢 大部分的事件 絕大部分的事件裡面 當他說 我明白了 我不再用超能力 但是他本身 煩惱聽那件事 其實是一直沒有解決過的 他們都不會幫你解決 純粹他的目的就是 他需要說服這班超能力者 他轉校轉入去 那些學校 你說 好像有解決 其實沒有解決 他的姐姐 附身了之後 然後說 能夠和所有朋友 我道別了之後 然後他說 我是因為要加入學生 會幫你們 所以說 但是我拿回媽媽 我什麼時候消失都沒有所謂 我已經完成了 我希望要做事 還有說 我的妹妹到了保護了 那OK就沒有問題了 已經是 他的事件是OK的 然後我就想 那個棒球手 他剛才說完問題之後 他說 嗯 我要令我的朋友 可以去到這個甲子園 然後 輸了這場比賽之後 他說 你不要再用這個能力了 你都可以靠自己 他自己一開始就說 我就是因為靠自己 不可以讓他入甲子園 然後你就叫我 你現在放棄能力 努力地令到你的朋友入甲子園 然後我說 本沒倒置 這件事 聽下去說 有情勝利努力 還不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問題就是 原本是有情勝利 這些東西突破不了 現在都不會突破得到 最重要是 那群業餘 其實他最後好像都是 靠個男主角 不知道為什麼打到那個球 為什麼以前又打不到 現在又打到 我又覺得 那麼奇怪 你們這群業餘的 沒有什麼理由 沒有什麼原因 總之我要打到就打到 我要不再用能力 就不再用能力 其實 老實話 你看到那個棒球 你都很清楚 這個成長人馬姿本身自己 一個個人喜好 整集你問 你是不是這麼有內容 你說你為那個朋友的付出 是不是這麼有 這麼令人感動 我看完我就覺得 又是棒球 就算 Angelo Beast的 岩賴 突然之間唱完歌之後 我釋懷了 我做多自己想做 就是他們去找到一些牽絲 為什麼他會這樣 這裡裡面 那些超能力者 用能力 你說其實他會影響什麼人 阿魷魚 老實說這裡的集中的東西 就是 因為魷魚作為一個 一開始 他都是一個濫用能力的人 他濫用的程度是什麼 其實我自私自利 我是為了自己 任何東西 對自己方便 我就不適用我這個能力 去做任何的事 然後他看到這些人 你應該是看到他的改變 其實是 但是老實說 我在裡面見不到他的改變 因為見不到他的改變 就是因為什麼 他們沒有解決任何的事情 因為 他們任何的事情 都是硬來 他們突然間有一個 本來是為自我中心 為自己著想的人 突然間好像變成一個 很大義 為這個世界著想的人 中間的轉折 我覺得有點不夠 這個故事裡面 去到探望阿哥的事件 然後就知道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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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 都是有一個 好不好的故事 這些知道 就是 這個世界是有一群 壞人 想捉這些超能力者 就是 進入主線 有利 這個當然是之前說 但是 中間裡面 然後 其實都是圍繞著 他開始 留意 這個女生 那 為什麼留意呢 其實 當然 老實說說愛情的事 我們認識條件 阿哥你放心 阿妹妹會交接 不過你說 那個轉折的問題 就是 這裡都看得到 因為 怎麼說呢 當時 我會期望 當你說捉到政府 黑幕 不一定政府 研究者 黑幕 我覺得應該會跟主線有關 但是你說之前那些 就是輕輕鬆鬆 就是 上會 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那個關係 就真的 不是很密切 突然又叫他轉線 好像 有講一下 有利 阿哥 怎樣怎樣 原本 我想著動畫的套路 會不會是 前幾集 找召集同伴 要做什麼大事件 你會看到的 他解決了一個事件之後 那個日 超能力者會加入 那個學生會 正常 其實應該是這樣 因為很正常 即使你當你打機 又好 動畫又好 你打機 你也有鋪戰 你也有跟門家入 加入完之後 一起打魔王 那你現在其實 情況都一樣 你做了一段事件的時候 你應該要對 你為來的戰力 要有增長 要不然 你做來幹什麼 他又不是 完全沒有 我覺得有目的性 有來了一個偶像 有笑 你來了有笑 但是有笑的 因為他有的 不是 他姐姐有用 他姐姐除了會點下火 之後 會放火 又轉回人家 後面有用 BBQ 真的謝謝你 你論上RP 用火 攻擊力最高DTS 你不是想要靠高盛 一個子彈衝過來 然後他死了 那個自殺式襲擊 你說他做拉燈 但是你變成 你說你盼球那集也好 你偷拍那集也好 其實這兩集 零射車輸了你 是不知道有什麼用的 即盼球那集 你很明顯是個人私心 偷拍那集更加是不知道 他做什麼 這兩集其實你對主線鋪戰 是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什麼用途 而實際上大家都會知道 當然我們一人都會說下去 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套東西的雜數 是非常之不夠用的 你如果要宣揚主 是要將主線擺放在床的情況下 其實你還不應該擺放那麼多時間 在事身上 加至於其實你擺放在事身上 擺放那麼無謂用兩插 在這些打飯球之上 其實我真的覺得 沒有連貫性可言 是突然 那個劇情的三級跳 是連接不到 本來是很開心的校園 你突然又變得那麼沉重 就是彈你一個 什麼了解 這個是麻芝一貫的角落 就是什麼呢 校園線 就是你不要裡面有幾胡鬧的故事劇情 它的目的是 將女角的特徵 或者特性 或者性格放大 你可以在校園圖裡面看到的 就是 它都是側重了在這裡 由你怎樣去 決定一些方向 或者去處理一些事的時候 它採取什麼行動 當然這套東西是很幸運的 有幾個不知什麼的女角 在這裏 它亂了蛋糕 它只有一個 只是有你這個女主角 但是 口層裡面就是 因為那些事件 的處理手法做得不好 你只是覺得 有你是一個很獨行獨斷 永遠都是高誠 然後跟他補下說 其實有你 其實你 你看到很像不像 其實他在深厚軟裡 然後說 那謝謝你 你找一個 得高望重的人 說出來 這個人其實是很厲害 你相信他 平時很穩重的人 說出來 你相信一個傻的人 跟你說 其實他很高 我也是天水王帝 對 你命齊中王子 對 這幾集 時間去鋪戰 有利 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不應該用兩集 不應該用這些 這麼多無謂時間 老實說 鋪戰這些角色 其實麻芝很常見 很簡單 我當作一句 Curlado 當然不是他自己撿筆 故事是他撿筆 當然不是他跟畫法 不是他搞 但是你會發覺 很正常的 每一個女角 花四、五集趕 四、五集趕完之後 他本身是有肝肉的 你達成一件事 其實你對主線有幫助 問題就是現在的情況 你只有一個女角 如果你要趁合於他 其實你不需要花 整集的時間去打翻球 整集的時間去偷拍 你這兩件事 可以組成一起講 例如說很簡單 這一集我就是講 我可以解決幾件事件 在幾件事件中 我就可以突顯到 然後他做事的方式是怎樣 沒錯 成果你用了一集的時間 去做了很多無謂的事件 最後你發覺 其實也忍不住些什麼 有下一個嫂子 說一句 其實他很聰明 沒有意思 其實你是浪費時間 所以你說你的心態上 如果你這樣說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你用的時間太多了 你本身還要在你 這麼小集數的時間 沒有時間可以用的情況下 你用了這麼多 看得出麻芝 一直沒有去介紹那個習慣 就是他是用著 寫遊戲腳本的習慣 去寫著一個動畫的劇本 其實最慘的 我還想說 那兩個角色之後 都沒有出過 你不要花些 之後是沒有用的角色身上 如果 好老實講 例如說 高成 高成你發覺 他是沒有個人線 沒有用的 其實我覺得這兩件事 我覺得比較奇怪 正常來說 你一個重要角色 先不要說 你的個人線 會不會很突出 很感人 我都說 大軒有理性格也好 你刻畫 高成這個人本身也好 其實你應該避免他 你避免他 避免他達成多個目的 又可以鋪上主線 鋪上人物 這樣就對了 而不是去打棒球 玩偷拍 這些可以不需要做 我當你真的很喜歡棒球 棒球那一集留下 OK 偷敗那集去拔走 放個高成下去都OK 你不要說到 嘩 之後還說到 嘩 我們是一輩子好兄弟 高成說 我跟你好像不太熟 你經常撞牆死了 一集有咖喱飯 就有兄弟 我只是跟你吃幾頓飯 你跟我說清兄道弟 你不是 你只想想 他的跌了Wolf 在Angel Bridge裡面 副隊長 全部有光線 你也知道 他跟主角 真是好朋友 甚至我們覺得 這兩個才是一隊 天使什麼 那些走開 而這裏面 你看回 其實他也是想做這件事 到最後一集 第一個探究是什麼 高成 拿一盒飯回來 拿一盒飯回來 還記得這個好朋友 是很喜歡吃咖喱飯 然後你呢 去了哪裡 接著你就會問一個問題 心頭軟裡想想做什麼 先不明白 給他一點時間 給他 怎樣承認這個高成 你不明白 女主角要最遲出來 太早就說 喜歡的人是最悲出題 你明白嗎 萬一你那個位置 真的想不開 突然之間 拿過去 這樣就完蛋了 即是被高成得米 怎麼辦呢 尤其是 尤其是這傢伙 失憶的狀態 還要忘記了 不止兩集 巴皮橋那集也是 我非常忘記了 他在山上交遊那集 那集真的 我不可以說很無聊 但是 這些是沒用的 你擺到明 三集聽 三集時間 那集的時間 爆炸了火的重要性 重點 我想說 我幼稚園去燒飯 我已經知道要點火 你不用跟我強調 好嗎 乖 當你沒有大火的時候 能力就很重要 明白嗎 即是斷開了 每天都是那句 回歸回來斷開了 即是 這些碎片位 其實你說 Androbeats同樣有 反這些碎片位 即是 我叫做Androbeats 他有一個 這些地方做得好的原因 就是什麼呢 他一直串連著故事 就是說 班友怎樣認識 老實說 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的話 就升天了 就得到 Androbeats的情況 是因為你每個人都要 走個N 你每個人都要經歷一步慘 但你這裏不是 沒有And 公成哪有And 他沒有的 偶像宇嘉莉亞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你看看他 他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不是 他認識話 他已經叫好 你可以說他有一個And 他主角做走 其實他家姐也有一個And 對 也算是他條線 因為姐姐有給他封信 他也算是好一點的 但他跟朱倩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你要賣歌的 大哥 他那個角色 是 董同於Curado裡面的風子 嗯 他是一隻風子 你這樣去理解他的話 這是麻枝的風格 但他按不到一顆乾肉出來 他有CD的 他有魔法的嘛 人家有36色魔法 那些魔法我每一次都想跳走去的 你知道嗎 我承認我也是 OK 那去到一個轉捏點 就是當他們發現了一個新的能力者 是有崩壞能力的 真正叫做主線 真正叫做主線 全都不是主線 真的不是主線 真的不是主線 你應該是類似主線裡面的支線任務那種 而OK 在這個環節裡面 因為他們就懷疑 阿妹 就是這個崩壞能力的持有者 然後就開始監視他 然後就叫他不要上學 這個監視位其實有 你又覺得是很奇怪的 之前那些 BBQ也好 去這個比賽都 是幾乎24小時全方位 但是那個阿妹不是 那當然出事啦 到了阿布美 因為叫做 因為這個三角關係 還要不關他的事 這三角關係 不是的 不是不關他的事 只不過是 另外一個女孩 就覺得他搶了 和他構畫那個男孩的 所有的視線 他就覺得說 你不在就好了 你不在就好了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而 引發了這個崩壞 連自己也賣了 總之是一個 這個是比較轉折 為什麼轉折呢 因為這次你說 夏洛特的情況 除了你說主線的劇情 有推進之外 其實是男主角的主導 是很多 當然這個是跟男主角的能力 也有關 特別是越後期 越更加這樣 所以如果男主角沒有改變 那一套就永遠都是 BBQ 打盤球 這樣或者會好一點 完全始終 無憂無憂 那就不是麻芝 麻芝越嬌戰 其實我覺得整套東西 都不是很麻芝 不過這個最後講 但是他妹妹的死 當然你說突然 其實你說 第一次做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沒有說什麼突然的 OK 我覺得OK 如果你的角色 你死也有價值 那就糟了 麻芝弄死人 一向都很慣常 大家真的真的 那個死亡 對角色帶來什麼衝擊 當然你說這套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死 其實不是用得不好 因為很簡單的事情 一開始 我們現在都是 頭那五集 都是嘻嘻嘻嘻 沒什麼所謂的 你突然出了一個人物 告訴你 原來這些出人 真的會弄死人 會弄死人 會弄死自己 這樣才會面對問題 和你小元一樣 第三集 他說嘻嘻嘻 做魔法少女 發覺原來不是被人咬了頭 但人家是第三集 他們是第幾集 第六集 第六集真的沒什麼所謂 即是說自見 要你的死 可以帶出一個很強烈的觀點 很強烈的信息出來 讓人醒覺到 原來這件事是怎樣的 那個真面目是怎樣的 甚至乎 會醒覺到超能力 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但是 但是 其實 在故事裏面 這個重點 這個死亡 帶出來的意思 並不是剛才 無邪或者 夜行者所說的 他帶出來的重點就是 主角就是 為何我不多陪著他呢 我答應過他做的事 我也未做過 在一些好典型就是 三點檔劇情都經常見到 我曾經答應過他 一起去游浮 我一直都是敷衍他 曾經有個本人面前 我沒有珍惜 你這句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OK的 我覺得 能夠被接受的 然後到猶豫就是 因為這樣 就說 失去了他的妹 然後 他就覺得 人生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 他只剩下這個妹 他只剩下 最珍視的妹 然後他就開始 這個 頹廢的生活 他發覺自己是 一個嚴重的妹胸 對 人家 有名堂 打倒黑方小弟弟 什麼頹廢生活 不知 這一節是什麼 你將 Kunada 裡面 阿噴也 死了 拉基沙之後 就是那一節 所謂的 低潮劇 人家低潮劇 很勤勵 做事 他也很勤勵 他很勤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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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能力 你想想 如果這個 有利不出來的話 人中之龍 真的 發展另一條線 另一條世界線 另一條世界線 有什麼不好 我問你 魚龍 OK 就是在他這個 這麼頹廢的 生活 然後 就像剛才阿摩所說 去到某一個位置 然後 有你突然之間出現 然後就告訴你 你不能再頹廢下去 首先 這個角色 跟他 我看了這麼多集裡面 你們的關係 都不是很熟 朋友一個 難聽一點來說 是因為你 抓了我來這間學校 而才會發生 這件事件 所以 他不是說 我也有點責任 所以某種異常 你也是一個 警察兇手 以他那時候的思維 我覺得 這個結論是很合理的 那也不要無眼上高 那件事件 也不太關他自己 至少他不拘捕他 老實說 你不拘捕他 他繼續作敗 他有一個繼續作敗的人分 左邊有女兒 右邊有妹 他是一個圓滿的人生 當然 他到大讀書 沒事的 你叫做他18歲 之後 但這是他之後的悲慘結局 不知道可否這樣說 其實他由第六集開始 他妹死了 反映出 超人力是有他的可怕性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給主線發展 就是讓主角自暴自棄 其實你說他自暴自棄 那一集 我覺得那個表現方式 其實不差的 OK的 你會看到他 他慢慢沉淪 那個樣子 由原本無所事事 在這裡出街 然後利用自己人 去作威作福 他真的會有見血 有插手 不是說 不是說小霸王 那個情況 是跟黑幫戀 去到最後卡毒 卡毒 想卡毒 有利才出來 對 有利才出來 去阻止他的 當然你說有利 其實他說不多 你跟他吃一口飯都OK 這個發展都沒問題 但為什麼吃完那碗飯 他就覺得沒問題 即是 男主角就被釋懷 這個人是一個 為什麼那碗飯這麼厲害 接著有利的書詞 就說 我在你家裡 找到一本 你媽媽的食譜 好 這碗食譜 蛋包飯秘級 最難吃的蛋包飯秘級 然後 然後 原來 原來 布美 都說 我一直跟著這個 跟著這個食譜 去做這碗飯 然後 但 問題就是 當你想深一點 就說 我很想怪我 更加 應該是這樣的 我當然 我會覺得 他上表達的人 可能就是 吃了這碗飯 就讓我施益 我妹妹 可能叫做 不要辜負 很老近的這些 但是 其實 你很難 對我 說服一個 很低潮的人 擔心 你跟我勾起 這個人 原來的朱古力 那碗飯你再吃 你有什麼感受 我有什麼感受 我會很傷心 我會很憤怒 老實 你有什麼感受 老實說 這些條段 只能夠在一種 動漫畫裡面 可以接受 美食漫畫 很好吃 不是這件事 其實 伊猶宇的感覺 他回憶到他妹妹 可能甚至更加崩潰 所以就是說 我就是不理解 為什麼你吃完飯 就可以 就會振作 他可以解釋到 你要回轉 假如你說 原來有你帶了他妹妹 他那本日記回來 那本日記裡面 有些很勵志的時候 例如說 他很顧及他哥哥的感受 他每一天做飯 他每一天煮飯的時候 他都不斷在想 怎樣可以 令到哥哥開心 如果你看到這本日記 他哥哥突然覺得 原來一直都辜負我妹妹 我不應該沉默下去 整件事很漂亮 對不對 很合理 但是你吃完本化 什麼都沒有說過 看完本筆記 還要不去寫給他的 那你今天跟我說 我釋懷了 我終於覺得 我覺醒 我妹妹想問 他怎樣解釋到 你怎樣可以圓滿 有個解釋 但他全都貼了 告訴你 他當我妹妹是煮飯婆 之後煮了我妹妹的味道 就沒所謂 明明就當她妹妹是煮飯婆 你就知道 如果大家聽說 要我打電話回去 說我不吃飯了 又是吃飯 你去就吃吃吃吃吃吃 不是 現在他的情況 就是說 家裡沒有人煮飯給他吃 不會再有人煮飯給他吃 他釋懷就是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煮飯婆 我明白嗎 不是找到一個煮飯 你那個不是找到一個煮飯 就是有個人 是可以 當然 那個case裡面 如果你用這個套爐 去理解的話 的確是有即可尋 為什麼呢 因為由這一節開始 阿有魚 就開始很留意阿有你 因為他知道就是 終於有人 可以煮到這碗飯給我吃 其實都不止 其實動畫一直以來 你會發覺 男主角其實都很著重食物上面 就是那些什麼咖哩牛舌飯 學校的咖哩牛舌飯 那些蛋包飯 全部都是男主角喜歡的 整套東西一半都吃 不是這樣 其實 你都是飲食節目 然後又去了兩集 一個萬眼歌手的橋段 這傢伙有什麼用呢 賣CD 呼應他歌的劇情 就完了 有你先A 我肯定覺得是賣CD 賣歌的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沙娜 這個歌手的名字 他應該是一個 心不摩擦的角色 應該是對主線有很大的幫助 我不可以說現在他沒有幫助 因為如果他不是唱一首歌 不會喚起魷魚的記憶 但是變相就變了 你發覺後面真的沒有他的決戀了 這兩集的唯一 重點就是在於 如何去喚醒有你 那個歌 但其實先不要說 為什麼你一首歌 就可以令到他 由一個瘋到作曲 到不作曲 不好意思 我發覺不夠天才 聽完你寫歌 真的很自卑 不作曲 可能他想這樣也會不定 總之就變好了 這兩集的橋段 由於有你的交接 真的叫做 談多了一些 非主線任務的事情 簡單一句 其實你幫我一次 我幫你一次 之前你為了我 我很感動 我對你 開始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有一個煮飯店 所以 我現在也要討好你 我及乎 想起這幾個歌手 我會想起你 也想起你的歌 整個情況會這樣 當然 當中更加不會少 就是一些 食的環節 也會吃很多 因為是飲食節目 一邊說劇情 當然要吃飲食食 但當飲食食完之後 當可以帶上去看歌 唱完一首歌之後 接著歌手 真的就沒有什麼劇情 還有的 開了演唱會 然後這個就轉去主線 但是 其實這件事 我挺大疑問 想看一件事 我覺得這段劇情 先看這件事 很大先 我明白的 其實馬之 他很喜歡 自從歌這件事 去帶出一些故事 這句很常很常見 就算Android Beast 還是不知道 總是要開演唱會 這樣 我不可以說這個 有問題 因為這個跟環球不同 我始終覺得 歌這件事 音樂是有它的魔力 加成 它可以達成很多東西 甚至 我不說你開一個演唱會 你一套作品 他一些音樂用得好 都會渲染到很多的情緒出來 為何傑野雲之會 那麼出名 都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他的音樂作得好 這個就看的話 但是你說兩集 拿完出來 他對主持的幫助 其實 真的是為了 緩成記憶 但其實為何緩成記憶 這件事 都是沒有解釋到的 因為這件事 在劇情裏 他自己之後 到後期之後 亦都會說 為何魷魚能夠 Food of記憶 其實我們是不知為何的 不過 他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但我們都不想解釋 他也沒有解釋過 情況就是 他還有聽一首新歌 就是聽一首新曲 接著這首新曲 他又覺得 他好像聽過 對 換成他以前的記憶 以前的記憶 就是他以前聽過這首新曲 這首是不是新曲呢 你會拍 不是這個 你真的有解釋過 你不可以說 因為他的歌手 他曾經說過 Shara這個歌手 他唱的歌 很有特性 他可以帶出一個空間感 或者不知道什麼 我不會太記得 具體是什麼 總之你告訴我 如果這個歌手 他的歌聲 他的音樂 是有一個魔性 令你覺醒一些東西 班淳說這件事 你說 聽了這首歌 令魷魚 想起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你特別去強調這首新曲 而我說我以前聽過 我就不理解了 甚至是 他有個解釋的 如果你解釋成果 其實這個歌手 上一個LUT的世界 要唱一次 他聽過 一旦LUT的世界 他才是新曲 唱一次 這個不成立 因為一直來講 都不是魷魚LUT 一直來講 是他阿哥在LUT 他阿哥聽過 是可以被接受 魷魚是不可能 被聽過的 這個是第一次 你見不見 他阿哥的能力 為何 他阿哥的能力 為何會慢 就是因為他把 所有記過的東西 就收入眼底 所以其實 他弟弟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他弟弟是不會記得 之前世界線之前的東西 是不會記得的 沒有人記得 而這個位置 其實你唯一 叫做 我不理的話 我們看了之後 他唯一這個能力合理的 就是 這個歌手本身 都是一個能力者 你不要理他的能力 你不要理他的能力 是做出什麼效果 然後 其實你要圈掩一件事 就是 但是 到了魷魚踏上 這個回收能力者的路程 他必然應該要面對 這個歌手 你應該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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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竟然是之前聽的這首歌 就是因為你 當然 其實 你改變那個世界 可能之前那個世界 那位歌手 都是在那個研究所裡面 那你就能解釋到 那首歌是在那裡作出來的 現在這個他沒有被困住了 這個世界線 他沒有被困住了 出過來做歌手 他現在才唱這首歌 那就對 但是現在不是 那個歌手 沒有出過來的 他甚至乎 都不是一個能力者 所以我其實覺得 這個我真的不敢說 有沒有能力 他都沒有影響你 我覺得動畫 我看的時候 他是慢的 因為其實我以為 他會說 他是能力者的故事 就是說 他用完一些能力之後 他會導致到 一些負面狀態 你不要當我先入困住 就是看動畫 這個人不會無緣無故 總是有些理由的 通常是慢的 都是敬人 應該會有些故事 但是他也完全沒有 無故 無故為瞰 是不是 你又不是正常社會 不需要面對這些 那麼殘酷的事實 應該有理由 他既然設定了這個 我以為他對劇情 會有些作用 有些作用 或者有些故事 在後面幫助劇情的推進 他不是完全沒有 只是那句 他喚醒了 但是很廣 你要解釋給他 為何你可以有這樣的作用 而不是好像剛才所說 他告訴你 那些人都說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你不要這麼誠實 你不說 我還可以猜猜 你說完之後 其實我不想解釋 你不需要想 因為我都答不到你 然後到這一節 就是 柔宇 感覺到 我應該是有個阿哥 不是姐姐 是阿哥 我應該是很肯定 我應該是有個阿哥 然後答對了 整個故事裡 核心的主線 就是 由於有個阿哥 阿準 他們經歷過一節時間線 就是什麼呢 他們全部的能力者 被捉到一個研究所裡 去做研究 然後他們就開始策劃一個逃脫的行動 對 而這個逃脫的行動裡 就要依賴就是阿哥 阿準的能力 以及就是阿弟阿魷 他真正的能力 就是能夠奪取能力者的能力 激取 這套東西真的 其實這些腹筆 我覺得不是寫得不好的 就是 你突然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挺驚喜的 跟我說男主角 原來他的能力 不是5秒那麼簡單 這5秒其實是 附加一個奪取的能力 那 這5秒是前置 前置進去那5秒裡面 那個人就拜拜 你這樣說 我突然覺得 原來這個人是很厲害的 百分之而已 只是他不知道這個用法 這件事 這件事很合理 其實你這個腹筆 你騙了觀眾 你騙了他主角 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 應該說這個能力 其實是什麼呢 由於不自覺地 在上身的時候 其實已經奪取了能力的話 我們前面事件裡面 一切的人 突然之間 他們會用不到能力 我覺得 這個就是 有利就真的很高了 是啊 我也想說這一句 你上了你身 然後跟他說你自己 不要用了 其實你不需要說這句 我永遠都用不到 那幫人說不用能力 這句話是強行握出來的 是他們被強行握出來 要用的 因為是之後不用怕 就說 突然挑起這條人 很想 丟一個鳳凰萬窩球出來 為什麼 丟不到的呢 你說不如有利 不要說話 或許再作法 你實際方有十二度封印 你會用出來的 有你知不知道 男主角真的 一開頭就知道了 一開頭就說了 所以我就說 很厲害 他說要小心一點對付 其實那一刻 我立刻想起 那這個不是一個Bug來的 我立刻想起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男主角來到你們的 暴活的時候 他們可能一天貪得意 對著你 我控制一下你 那你也玩完 那十八個本劇情 真的會發生 其實你 我控制你 你要做了什麼 你有沒有那麼快 快槍手 我真的想起 你貪得意玩一下這些 我覺得 也不是很奇怪 他本身 男主角本身 是一個大不透的 中學生 總之對著他有利 但問題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一直不說 放在計時差 生意隔離會 是不是 我會覺得 是的 這個復筆你這樣寫 我覺得沒問題 你復到你真的騙到我的 但我覺得 隨適者打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更加嚴重 你每天跟他用事 你很危險 有些人在睡醒後 你會發現 這個很能力 你是不知為何 你能力都沒有了 我這麼快十八歲 明明我不是 那 你這個設定 不是很謹慎 而且你會令到 假設 他之前做的故事 是做了一些很感動的故事 出來 然後他的能力 他是 他為了協助一些東西 然後你突然之間 你去到後面 知道你這樣 是這樣 強行收了他的能力 對之前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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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買了 故事裏面 然後就說 魷魚的哥哥 就回到他們被捕的三年前 開始實施他們的拯救計劃 先集合了他在研究所裏面的同伴 然後不停去研究究竟有什麼方法 他們開始經歷過很多次的巡迴失敗 開始集中了之後 就發現原來有人是不行的 然後就說 有人不行的話 我們需要的就是其他大人的協助 然後就說 要其他大人的協助 我們憑我們這群小朋友要知道些什麼 然後他就發覺了 一個正常的時間能力者 第一樣應該要想到的東西 不是應該要想到的東西都是錢 是很重要的 我承認的 老實說 我想大家 可能 有些心理測驗 當你獲得一種能力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 你會做什麼 而大體上 我會說 如果我得到 是回到過去能力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我一定想到 錢 買六合彩 當然 你說 他們有一班 很認真 也都是很霧實的 青年人 理論上來說 他面對的問題 壓準面對的問題 還要更嚴重一點 因為他之後發覺 原來他用的次數是有限的 其實這件事 我也覺得 設定得不錯 不是給你無限用 因為情況就是 喂 我 我要套回小緣 當時小緣 Pomla 那個情況 他可以無限用 但他對他的對手很強 大家都是超能力 你可以這樣理解 喂 這次我不是了 這次 准他面對的對手 我先不要說他們強不強 可能對面有超能力 對面有很大的機構 去支持他 但是 他的能力 可以讓你無限 save load 其實你是無敵的 所以現在他說 在講麻糬 可能我設了一個東西 給你 你有次數限制 你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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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一點心心靈靈 你不用 這件事就不同了 即是說他要在這個有限的次數下 他要做到 他想要的結果 很少 其實老實說 我可能沒有那麼次 因為他說他不斷 冒集了很多資金 30 可能他沒有 具體說 但應該是有得數的 至少他可以 看到他自己的身體變化 慢慢需要戴眼鏡 對著眼鏡 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他本身出發的概念 其實是好的 至少 我這樣說 他都一個挺大愛的人 其實 因為他一開始是覺得 不想他的弟妹 被殺 所以他才做這件事 後期他的心態 講到所有的能力者 都不應該受這些罪 他會這樣認為 他想要一個完美的結局 那個完美的結局 達至就是 在他力能所及範圍裡的能力者 他都能夠保護 因為其實 去到 就算他還未說 讀最後一次 他都稍微提到 我們救不完 但我們可以救我們 可以救到我們 盡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外 可以保護到多少 所以你說他突然 最後他說 我想出 我成立一個機構 發覺都不行 還是對抗不到 成立一班學校 因為其實這個想法 我都不錯 因為你說得明白 18歲出社會 就沒有了能力 在這段時間 就對了 你去做學校保護他 其實這兩件事 我覺得是得到的 因為怎樣這樣說 一開始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過疑問 我有想過 我覺得他將來可能會說回來 他最終真的有說回來 就是說 你見一間學校出來 其實是很兒戲的 我常常都覺得 你保護他的能力者 為何不見了機關 他最終回答了我的 因為有機關 都不夠人家的機關鏈 那你當然是 一間學校出來 拿來做掩飾 絕讚 又有了時間限制 你出來社會 就會不見了能力 沒有問題的 他哥哥的邏輯 其實沒有問題 當然你說 一些很細的東西 例如說你怎樣執行這件事情 你怎樣可以保護這些學生 他不會用能力 在這個學習之上 這些東西 他沒有說到 我覺得 你要捉 你要挑骨頭 沒有問題的 可以挑 但他不說 那算了 我都覺得 很難可以完全覆蓋所有的東西 但大體上 他的概念 我覺得是沒有錯的 對的 這件事 而故事裡面 剛才阿毛孩說的那件事 有人會捉緊的原因是甚麼呢 這套東西 再不是跟你說 親情 混情 愛情 這些事情 曾經曾經都說到 即是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 大哥現在在說二女思情 你跟我說國家大事 你跟我走開 現在真的跟你說國家大事 所以有些人對這方面是有執著的 他們是很想了解 阿準究竟是怎樣去實行 怎樣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剛才不是說 有些細節他真的沒有說到 就好像說建立了一間學校 怎樣去歸納這些人進去 因為其實 好老實說 這裡唯一一個Bug的地方就是甚麼呢 他不是每一次 都用一個手段 將一個能力者 搬過去他那間學校那裏 還有一些很嚴重問題 就是你的學校掩飾得好 自己不設防 那你不設防的情況下 就是你在一班那麼多學生 全部能力者 底下 他們可能不是報告那麼聽話 即是有些扭好風聲 或者有些用了能力 被人知道了 那那些人去查 發覺這個學校 全部都是能力者 你就自己 作簡自播 即是 即是我會覺得 這些是最嚴重的問題 但你不說 即是可能你背後有措施 那我不知道 或者你有一個能力者很勤 不知有甚麼能力者 可以封鎖這些東西 即是我不理 但總之我說你的idea 本身是沒問題的 你執行上可能有難度而已 那我會覺得 其實他這裏發展 這一批都算是主線 即是可以發展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即是整套東西 真的沒問題的 你可以騙到我 你也可以 繞得出來 繞得出來 OK 漂亮的 接頭的 而且我會覺得 不用多的 總這個角色 他出來兩插 我覺得他做事很有智慧 即是他想過度過 有很多事情 他有思考過才去做 你至少讓我看到這個角色是智者 不是很像他弟弟一樣 然後到這個 已經去到第九、第十集 去到這個 但我做的事已經做完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能力了 即是 盲了 沒有辦法 他不能再回到他 所以就要找他弟弟奪 奪取他的時間 跳躍能力 實現 救回他的妹妹 嘩 這個其實我覺得 也是很漂亮 沒問題的 即是你可以把這個 我這次不太好 變得這麼簡單 我可以救他的人 還可以救得很漂亮 對不對 真的沒問題的 去到這裡 真的沒問題的 去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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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第十集 去到阿傑救他妹妹 其實整件事都沒有 很順理成章 其實都沒有什麼 可以奇怪的事情 其實我甚至乎 想過 其實會不會做些壓句 救了妹妹 用他自己的方法 救了妹妹 但是因為蝴蝶效應 令到其他的影響 他的妹妹也是死的 可惜 這套不是相關的 我有想過 這套東西輕鬆跳 沒有問題的 是不會收束的 但我真的沒有想到 他一下子 救了妹妹 就是這麼簡單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看到第十集 我會覺得 其實這裡要很完結 對不對 你說在第十集 我會覺得 作為意見 其實爆點是不夠的 真的不夠 因為這個計劃是和門學出的 我們作為觀眾 沒有體驗過那個過程 那你會覺得 整件事不夠 也不會有什麼激情 一個小學生 還要去街道 你想怎樣 千刀萬載他 大把方法 你沒有必要 School Day 別人都是 直到 算了 這些妒忌 我擺明 那傢伙是 School Day 然後就是 算了 但你說 剛剛救了 我馬上想 你救了 那你還有什麼可以做 其實 我可以看到 十集點 我可以看到的世界裡面 問題已經解決了 學校在這裡 個人線 你 兄弟姊妹 沒有處沒有爛 有你哥哥就搞定 你妹妹也可以救得回 你哥哥也認了 還有什麼可以說 跟著來了 跟你說 日本篇 只是足球小章的第一篇 我們要衝出世界 要世界篇 有沒有火星篇 將來有 銀行是呢 在考慮 問題在於 組織那件事 其實叫做什麼 組織 他們一直沒有消滅過組織 他們只是找不到他們 組織仍然在運作 那組織其實叫做什麼 他們 阻止那件事 就不代表組織 不會去想其他方法 因為組織最終就是想到其他方法 其實好像也不是組織 這個好像是外國的服務分子 國際 應該是外國的 國際 都是組織 對 就是剛才所說的 黑幕 其實原本抓他們那群人 早中都沒有出來 但今次就說 為何要抓了國際 就是這個意思 鬼佬過來 看到 你這群人要丟臉 我要抓你們 何時會突然 抓了國際 合理一 日本那邊 因為他在哥哥努力之後 日本他們沒有通知 因為他們是不同的 你要知道兩個組織有些不同 我們原本抓他們那群人 就是一些研究者 應該是國內研究者 他們不是他的能力 現在這一群人 似乎是運用這些能力者 去做一些非法勾搭的恐怖分子 也好 或者你當勇兵權也好 那類東西 對 即是整件事 你突然殺出了情侯金 告訴你 原來我才是最終BOSS 我是資料不及的 還要是你之前沒有任何鋪戰 你告訴我 對 你跟他說 我們只可以 他唯一一個鋪戰 就是我只可以救到我們日本的部分人 喂 你不要說 我告訴你 這樣反映給外國 其實還有很多人 你不要這樣原來之音樂 我真的理解 我不會跳到那麼遠 他說這個世界上力者 這樣包括外國 對 而問題在於就是 這個所謂的綁架計劃 首先就是 司機大哥 的老婆子女被抓了 然後他一走這條路 他就跟阿維尼說 我都不想 我老婆子女被抓了 你不能怪我 去到這個位置都沒有問題 然後阿維尼想打電話 老實說 我又覺得 你有沒有說 你已經有監聽 你打過去 說 喂 那個老婆被抓了 現在怎樣搞 你洗車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訂立一些計劃 然後 所有東西叫做 完全跟著那個恐怖分子 那份低能的計劃 去實行 就說 你交郵尾出來 然後跟著說 你不交 她的女兒就在我手上 有你就在我手上 那不知為何要脫淨 還是只剩下內衣褲 你也不要問這個問題 那 你服務就算了 那也要服務 服務就不應該這些 外國人的東西你明白嗎 算了 外國人的東西你明白嗎 那 郵尾堂教授說 有什麼衣服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她叫做什麼 那個恐怖分子好像有好計劃 就說 你們不要想著 靠這個 時間跳躍的能力 跳回去以前 去阻止這件事 因為 她說阻止不了原因 就是 這條針 在組織創立的時候 她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沒有關係的 跳過之後你也不知道 除非你那邊有時間能力 可以觀察到 而且她說 她說我們感覺到一樣 我們就知道你也有跳過 你怎麼感覺到 你怎麼感覺到 不可能 我告訴你 我看過 基本上我大部分 一些出名的時間跳躍作品 我都有看過 我告訴你 沒有可能 沒有能力的人 人是不會這樣做 這個解釋才能夠就是 你有兩個 能力者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有的 因為看到開場 立刻一串 插插的眼睛 果然不要插插的眼睛 你用不到能力 即是說 她那邊的人用這個能力 也知道這個 不一定的 可能她會獲得一些招 就是她的發動 她的能力有什麼 發動力有什麼 如果兩邊都有同一個能力 同一種這種能力者 這個故事就太複雜 不是太複雜 是由一開始 由雨已經會被人抓住了 是不需要拍這個故事 甚至乎她不需要 而且我告訴你 一個有時間 可以操控時間的能力者 是不會受到人的 即是說很簡單 你一個恐怖分子 你說捉了這個時間能力者 他第一件事是什麼 當然被捕到我還沒被捕之前 一定是這樣 你准許是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他捕到他以前 就是因為他被捕了 他這個問題 他又去到 Androbeats裡面 超混亂時間線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如果由雨跳回去 因為過往現在 這條時間線的構成 是由准的使用跳躍去跳回來 當由雨如果一跳的時候 他究竟是跳回去 這條時間線的某一個時間點 還是他跳去另一個平衡時間線 如果跳去另一個平衡時間線的話 阿准可能是不會做現在 這條時間線裡面 一系列的行動 即是告訴你 那個世界是充滿變數 即是現在是 Silent機裡面 不知幾多點點幾的時間 那個不是時間跳躍 那個應該是時間到行 我以我自己的理解去想 假如跳回去三年前 即是當年准也是跳回三年前 即是那個時刻 應該准的所有思下方式 是reset回這一次世界 因為他是瞎了 你應該想 就是他那一刻 你跳回去也是瞎了 他瞎了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將那些記憶 全部收回了 入眼底 所以他的記憶 依然都會在 但是就是不包括這次時間的前後 他就會做回一模一樣的行動 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說 這個只是理論我理解 有風險存在的 講到明時間 跳躍這些事情 永遠都是不確定的 即是他不跳 我覺得合理 是合理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 好像剛才樹齡說的 老實說 大家有能力者 為什麼 你平時很有智慧 為什麼 你現在是被人 煙燭其事走的 再難聽你講 其實我真的 那一刻 我會覺得 你被人威脅 你的家人 那些事情 你自己的事 你不要怪殘忍 你進來這個組織 你就要預算了 我們現在這個組織 不是說 大家BB條 那麼小事 喂 你BB條 大家這個 燒烤同好會 你家人被抓了 那當然是你家人 更重要 我現在說 我保護 日本 某個規劃 甚至是整個國家的能力者 這麼多人命 和你家人換 你還要知道 是有危險的 你還要搞這些事情 你該死 你真的不要怪我殘忍 是因為你本身這套戲 一開始就已經不是家家酒 不是煮飯仔 一開始已經講到明 很黑幕 現在雖然黑幕轉了 但你也很現實 這個社會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這樣被人牽制被抓走 好像沒有什麼大將風派 跟以前你原本的準 好像不是這樣 我覺得 這個問題 其實是 有一開始 阿準已經是一個這樣的人 很老實講 第一次跳的時候 你不覺得 他第一次由研究所跳的時候 你不覺得 但是 你真真正正知道 就是 他會用這個 夠膽用這個時間跳躍的能力 給阿猶豫的時候 重點就是 什麼世界和平 我要救我妹妹 老實講 如果妹妹死了 對這個世界的超能力者 有什麼影響 零 唯獨對什麼有影響 只有阿準 和阿猶豫 而發動這次能力的原因就是 就是為了滿足這兩個人的梅雄 但是我又覺得 反而這個不奇怪 是我的妹妹 喂 現在 接著 那個情況就是 老婆你 不是我 你說死我老婆 死你老婆 關我差 你要明白 那個位 阿維妮被人抓了 阿友妮被人抓了 他們兩個的老婆 都被人抓了 不是的 有利未被人抓之前 我的意思是 就是你只抓了一個 老實說 抓了一個家人 我覺得 有些事情 你衡量過 難聽你說 喂 你救你妹妹的時候 你就跳 那你現在不跳 喂 那一個問題就是 你跳了都幫不了 因為你一開始塞港之針 一早已經插進去 是啊 你不可能改變到的 第二件事就是 我都不認識你的家人 誰都沒見過 隨便 你不要怪我自私 有些事情 我覺得有些事情衡量過 就是說 我如果救了你家人 那我可能會害了 全村人的 那我不救你家人 合理 但是現在救我妹妹的情況 就是 喂 我百利而無法害 救了我妹妹多過人 不救我妹妹 那就少了她 那我為什麼不救 那個情況 我覺得反而不可以抓過來 還有 我作為一個觀眾 你那個司機 司機角色 你出了一兩集 我對你有什麼感覺 你自己被人插針 插這麼多年 你不說在那裡害了總職 你該死吧 是不是 不是 那個位置就是 因為其實有你之後 有你和維尼 其實叫做什麼 攻了她出來之後 回去了 其實跟著再打電話 那時候已經告訴她 有你都被人抓了 這個位置說 OK 你們兩個自愛 你兩兄弟自愛的人 都被人抓了 而這個解決方法 時間點就是什麼呢 如果剛才用無邪的 阿俊的話 一早把司機搞定 一早把司機搞定 是不需要搞其他事情 就是不要說 究竟要做什麼 一早 跳回某一個時間點 搞定司機 其實 我覺得大家說這麼久 留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動畫的問題 動畫好講清楚 整個組織 整個學校出來 保護超能力者 但不幫他不搬人 所以司機有事 他不是超能力者 所以我們不需要保護他的 他不是我們這些人 首先他不是也好 我想可能司機 他跟了這麼久 老實說有些 有些感情 有些感情 但有些應該知道 你自己 肯去成家立室 你要承擔那個風險 事有分輕重 其實好像那個位置 阿俊似乎知道 這個人是有加薪 不過我依然想他幫忙 但老實說 跟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個 大計劃 在這個大計劃底下 OK 你想犯規 但是你自己 請承受犯規 你犯規的時候 的結果 你不要到時跟他說 我老婆不死的 這件事 其實作為阿俊這個角色 我同意無邪 在這個位置 其實他決定 他應該是罵他 不要說罵他 你的問題 你要自己解決 你不要怪我殘忍 我對你仁慈 我對你仁慈 我對全沒有人殘忍 你從一開始 我覺得 剛才我所說 是很有大將之鋒 他有計劃 今天做事 你現在給我的感覺 嘩 下跌了 你為什麼要降龜 降到你弟弟 我會覺得 他這樣寫出來 根本是 找事來講 大家體諒 他愛人被捉了 他心裏的混亂 不懂司機 你只是偶遺 你偶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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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是說偶遺 你偶遺 你偶遺 你被捉了 你當然是沒得正確 你只是司機 我管理你 你開車 你被解決了 我也覺得 救不上便算 請我過 我覺得 這是你其實找來做的 第十回答 我已經說完結了 整件事沒有問題 但你一回答 我發覺 不夠激 我要找些能力 要刺激一下票房 那你要怎樣 那你要找東西來做 找東西來做是怎樣 你沒有復筆的 因為你發覺 十一集 再打那些東西 你是完全沒有用過 之前的復筆的 一樣都沒有 只是拿回現成的所有能力 例如說 猶豫他的能力 出來是用的 既然沒有復筆的情況下 你不可以怪我 說頭十集是日本片 之後是國際片 你不可以這樣怪我 因為兩樣東西 真的好像拉不起來 是隨便找些故事 坐上去 之下去發展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最重要是 那個所謂的秘密組織 其實他都有一些膠 他找了一隻殺手 然後一個說 我封印了你的時間 轉移能力 你就不可以 你又不可以 time swap 然後 猶豫就引發 崩壞的能力 然後 他們突然說 Shit 你 我打算 不是這樣就抓到你了嗎 他當真是說 喂 你都懂得說 你都查清楚 這個人的能力 是可以奪取其他超能力者的能力 老實說 你應該思考 他是 為了救這幫人 他可能吸收了一些指定的超能力來對付你 老實說 你沒有任何措施 然後就打算找一個殺手 然後那個殺手 我還不見得他有些什麼超能力 然後他說 Oh shit my god 然後 就躺下了 然後OK了 因為這樣 為了保護阿友里 而犧牲了 他哥哥很丟 然後 他知道 他哥哥的好朋友 死了 他哥哥又好像他那樣 很消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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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這個才是重點 然後 到了 魷魚 他跟他說 嗯 有你 我喜歡你 然後他就說 你喜歡我 然後他就說 嗯 那 怎樣才能得到 你的重痕 得到啊 那 很簡單 我現在給你世界任務 你要成為精靈掌門人 收集全世界的寵物小精靈 那你回來 我就做你女朋友 哇 都是女朋友 都是女朋友 說陳羅就行了 說陳羅就行了 然後 OK 然後 然後他聽到說 這個計劃 嗯 然後他說 沒有辦法了 我為了得到你 成為你男朋友的資格 好吧 我踏上我的旅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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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是很簡單的 然後他上去 告訴他 嗯 我決定了 走這條路 然後他那句是甚麼 為了不要再有為你 那樣的事 他說 你上一句 你上一句 不是這樣說的 你上一句是為 我上一句是為了 嗯 為了我可以追求女兒 我決定踏上這個 乘魔之路 為了你弟弟的蹤蹤 都會說一下 就是 想第一項 我這一集 我會分析兩樣的 你說很煩 看到他哥哥燒沉的 其實我覺得他哥哥燒沉很厲害 你想想 當年 有你燒沉的時候 有主角哥哥幫他 有準幫他 主角燒沉的時候 有你幫他 有你幫他 對 到準燒沉的時候 是幫他 很厲害 很厲害 他小時候都掛著追求女兒 都不管 他是一個 為這個社會 造福人民 犧牲 犧牲自己的事力 犧牲自己好基友 然後還沒有他 那個角色 真的很可憐 然後那個弟弟 就去做這個世界任務 為了追求女兒 這組織就是 保護超能力者 一般人不計 是的 首先第一件事 一個問題 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要深思 講一講 就是 感情線 即是說 男主角女主角 有你本身 因為你試過一次 世界跳躍 其實有你 是不記得 當年他激勵了 男主角的東西 那 感情在哪裏呢 這個我覺得 是比較關鍵的 第一件事 就是有你 是不記得 激勵過男主角 第二件事 就是男主角 應該都未幫有你 哥哥回復 那個正常的 因為時間跳躍 沒有了 對 因為他妹妹救回 沒有了這件事 你撇除這件事 這件事 變成怎樣 頭五集 然後他才記回記憶 記回記憶 然後再拍他 拍他才被人家 救回她妹妹 所以救回她妹妹 之後的事 全部是不存在 在有你的記憶來說 不存在 即是說 其實有你眼中 他跟男主角的記憶 只有頭五集 BBQ 拍拿照 這些 沒錯 然後你跟我說兩個 培養感情 不是吧 你要知道這個感情先 男主角經歷了很多 可以理解的 有你為何會對男主角有動情 這個我就真的理解不了 所以他就要派一個 好似不可能的任務給他 喂 不要煩我 你自己都搞 為何這個 我也很專注 因為整套電影 最主要一個可以發展 可以成立的感情線 就是你現在給了我 唯一這條 但是 如果你這條感情線 建基於這麼薄弱的 劇情 這麼薄弱的事件身上 你怎樣可以令我勝負呢 我作為有利 我會覺得每天跟你BBQ 聽聽你說廢話 我就會喜歡你 你不是想多了嗎 這樣說的 根據 剛才 夜人姐說的一句 其實我一直是有想的 即是 有你其實只是想拍一個 叫做什麼 順道做事 順道做這個任務 看你 你搞這個任務 你也是狗死一生的 其實 你回來見到我的機會 其實是零的 也沒有那麼黑的 然後 接著 你要明白就是 接著 阿猶宇 踏上這個 毒眼死神之路 這個 這個 我前面還要加一點 還要加一點 因為怎樣說呢 第一件事 就是 這個已經是跳出世界編 其實 我 真的 我看這個的時候 是很強調的 就是我想起小緣 真的想起小緣 為什麼 我想起小緣呢 想起第一件事 一件事 就是時間跳躍 那小緣的情況 就是她時間跳躍了很多次 都改變不了世界 而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她已經時間跳躍不了 但是她都需要改變世界 怎樣呢 當年小緣的情況 就是 原神出來 噢 我變成神了 將世界上所有的魔女 消滅了 她們沒有了能力 她們沒有了能力 全都不知釋懷了 或者死了什麼意思 沒關係 總之沒有了所有女 接著就結局了 對啊 沒有了能力者 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一樣的 由於 她只是一隻 殘廢版的原神 她要自己坐飛機過去 然後逐個收服 她的精靈頭 我欺負了能力者 你已經殘廢了 每一次都會說 擺你的姿勢 說這句話 重複這件事 幾千甚至幾萬次 收穫法律 全地球的所有能力者 其實是一樣的 整件事情 甚至乎 第十三 最後那集 其實可以再開十三集 那個是連關 你解決問題的情況 就是 我把所有能力者 把所有魔女 解決了 這樣就解決問題 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實際上 還有副後果做 我可以將子神化 嘩厲害 你是不是黑色死神 你已經是神的神家 你什麼能力都有 問題在於 其實 在這一段的世界旅程裏面 由於 其實 某種意義上 其實她是在找救贖 某種意義上 她是阿哥的好朋友 阿維尼 因為她的能力 而喪生了 其實她現在一直在做那些事 你與其說是一個使命 她不如在補償自己 希望透過這些行為 補償自己 也補償她的阿哥 讓她的阿哥 能夠說 我的朋友的犧牲是有價值的 因為 能夠推到我 我成為一個毒眼死亡 其實這一節裏面 其實 頭五集的故事 應該是放在後面 由由於一個人身上 她去感受 不同的東西 不管這裏中間的劇本寫什麼 究竟說 親情有關情有 那些能力帶來什麼 她慢慢去變成一個什麼的人 甚至其實 你見到的故事裏面 就是 當她吸收到越來越多能力之後 她的人 是 因為她的大腦開始出現了變化 其實她的記憶開始已經是模糊 混亂 即是她只記得了 因為什麼呢 她有一個指令 就是 她要將這個世界所有人的能力者的能力 收回來 她已經不記得了 中間裏面 她為什麼 或者為什麼這麼強烈 我需要去做這件事 她每次都是因為看到一本 英文三字寶 英文三字寶 然後她就覺得 她就突然聲音說 有些人 嗯 沒錯 我這個意念是因為某些很重要的事情 雖然我忘記 但是 一定要這樣做 即是 某種意想是她的悲劇 其實是她的 踏上這條例的同時 她已經知道 她必然是回不了頭了 有錢無效 不是 這個是她的能力所帶出來的負面影響 因為 最初她是不知道的 是我們做到 但知道 其實已經沒有了自己以前的事情 不知道發生什麼 即是 某種意識 我可以說 她這種是 在走的一條 是贖罪的道路 嗯 即是你不要理會 大與小 只不過是死了的人 其實只不過是 但對她來說 也是一個 很大的罪咎感 所以她想走這條路 而且 也叫做什麼 因為 只有她 可以做到這條路 我自己 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蠻濁濁的 即 我明白你說的想法 即 你說的想法 沒有說對不對 即她這樣的思考方式 沒有問題的 但是 即 你真的不是神 你作為一個 肉體 你 你 對於 你的超能力 基本上 其實沒有譜 你不知道自己 可以吸收能力 你可以吸收多少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 可能實際 告訴你 其實能力只有吸收十個 你不知道的 即你在一個 這麼多未知的情況下 你去接受這個任務 使命 或者你完成一個大愛 其實我覺得 挺牽強 挺跳 第一 就是她的人物 那個角色 不是這樣的 性格 一開始 她一直給我 一個卑鄙的小中學生 卑鄙的中學生 心思是小學生 喜歡偷女兒 耍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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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感覺 什麼時候會被她的哥哥感染到這麼大愛 你錯啦 無限 這個位置其實一直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的 她是為了得到有你 成為她女朋友 成為她女朋友的資格 所以她經常收服 老實說 如果你再細膩一點去想這個人 就說 我想在踏上這個尋找能力之類 之後 找到一種能力 是可以必定找到她的 但奈何就是在這條旅程裡面 一直都沒有一個這樣的能力 我明白 不依對眼 毒眼是比較容易的 雖然不要依對眼 不是 依不依對眼 其實你說這裡 如果正經這樣說 她這裡其實是 這個旅程裡面 她不依對眼 其實是帶給她這個人慢慢成熟 當然你說 我承認的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說 她這一套作品裡面 她在這裡 我們看不出這個人的成長 我們只是看出了這個人 只是告訴她 她吸收得越多的能力 她會 她會 她開始變得瘋狂 而這裡老實說 我覺得是什麼呢 某種意常 如果我去想過劇情的話 這個位置其實是 正經中說 無論是你也好 她哥哥也好 都知道就是說 這個人最終 就會變成一個神經 然後跟著就是什麼呢 就是靠什麼呢 最後你可能有你下來之後 然後跟著就是什麼呢 就是捅她一刀 沒有錯 我成為你的女朋友 然後插你一刀 然後你安息 然後跟她說 我們分手 不是分手 不是分手 你要玩到這麼快 你不要說她跟哥哥 要分什麼 就是你不要理 你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獨手空磅 這麼多年 我覺得寂寞 你不要理這些 這些 這些是我說的對白 不適合你說的 OK 算 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你營造出來 這個人其實最終 是完成了她自己的好似一件事 因為其實老實說 她一直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我終於找到一件事 一段 我可以做到的事 即是你是很老套英雄片 不是很適合麻痺的劇本 但不要緊要躲起來 她打算寫另一件事出來 不是只不適合 只是兩套東西 我經常覺得 就是這樣說 第一件事就是說 這眼那裡 我要少少特別特別一件事 其實這眼呢 我自己個人的觀感 不是給我用不用那個能力 你這雙眼可以不用那個能力 我就是覺得 一隻眼和兩隻眼比 當然是兩隻眼好 不是一隻眼 你不要懶形 好不好 你醫了去 我不用那個能力 所以我不醫 喂不關事的 你醫了可以不用那個能力 不是 那個位是一個決心 形象化的一個決心 因為你醫了的話 其實你有機會 你不小心 他自己也不擔保自己 證明他是一個很了解自己的人 我是一個卑鄙的人 其實應該是他不太了解 你看到他睡著的時候 他會到處殺人 有強調過這個 總之他意識到自己的異常 他吸收這麼多能力 其實他的身體應該是不能負荷的 所以他之後就不睡覺了 所以最終 其實一直以來 可以圍繫一件事 就是靠有利的保護 你這樣帶下去 就是告訴他 我踏上這個孤身旅程 六字對抗全世界的能力者 最終我是成功了 就是靠著我對有利的這份感情 是沒問題的 你這樣鋪下去也沒問題的 但是我會覺得 第一件事 就是跟頭十集比 是相差很遠的 是沒錯 一個是校園 一個是世界征服 變 這個是兩回事 第二件事 這個我要真的說到結尾了 結尾是說到 男主角沒有買記憶 你不記得 很有承諾過這件事嗎 問題就大了 你記不記得 他一開始踏上旅程的原因是甚麼 因為有利 有利的時候也不記得他的東西 只有五集記憶 大家燒的東西吃 現在的情況就是 連你都不記得買的東西 有你只記得 我和你燒的東西吃 那這一批的人 怎麼可以有感情果然呢 你要明白 我剛才說一句 如果要用一個很黑的角度去看 有利由一開始 甚至是他哥哥 有開始 已經在引導這個計劃 去實行 因為他知道就是甚麼 其他計劃已經是沒有可能實行的了 而且已經沒有了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甚麼 只剩下這個方法 那順手就是 原來你喜歡他 順帶就將他帶來 因為其實最大的麻煩就是 如果 魷魚 他是記得 有利的 潑時 熱量 而到他來 如果剛才這 1985年 只要他治療了眼睛 他現在的問題產生是因為他用不到時間跳躍 救不到一個人 只要他治療了眼睛時間跳躍回去 他未死之前其實事件已經解決了 這裏因為問題是 他的完全鋪陳不足 因為一直裏面所有跳躍的事件 其實都是說並不能夠完美 即是你不可能完美去整理任何的事 人的能力是有限 他這裏也有說 他不多說 但其實他應該是要說這件事的 所以你才知道 去到這個位置其實 我再用這個能力其實是 即是叫你白費 因為這裏這樣說 在這個世界之類裏面 你一定要去給的就是魷魚的成長 即是他由一個喜歡 變成一個真真正正 成熟 有成熟想法的角色 但這裏裏面就是說 因為他前五集做了一些超無聊的事 而這五集的時間 至少有四分三 他應該是劈去後面 被魷魚這個角色做solo 完全的solo 即是中間裏面 你又當你好像星之星那樣 然後跟友理會談談電話 慢慢會感覺到 這個角色開始不同了 甚至開始異常 因為不是 其實你很難 很難解釋 即是很難解釋就是 為何他中了個章子 為何他們那麼巧 他們加速星之夜 他用一集時間 將他的態度全部做出來 我覺得轉給了一集 那裏是太超展開 就是這套東西 沒錯 即是各開兩邊的 其實後面那幾集 後面世界片裏面那幾集 是另一件事 不是幾集 即是一集過 其實十三集 其實十二集我覺得完 是這套東西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其實十三集我那集也太過 太奇怪 我想看一件事 就是 我自己覺得 也是那句 結尾那裏 我覺得是斬簡體的 即是你說頭十集的故事 我覺得可以都算完滿的 雖然他有些集數是挺無聊 但是馬資的事是這樣的 而且至少你都在校園裡 你跳不出去 即是你都是 其實都不止日本 我看到的都是校園左右的範圍 發生的事 但到了首一集開始 國際片 無端端彈一些恐怖分子出來 還是彈一些傭兵 不要理 總之 是一些黑幕的東西 彈出來 你突然給我這些東西 我如何一下子接受呢 然後到最後十三集 我跟我說 是要環遊世界 去修復所有人 即是那個 差距太大了 我原本suppose 你是做一個學員 然後你最終跟我說 你是用三集時間 跳到去 一個世界層面的範圍 到最後分回 跟他們說 我們繼續開心 發生完生活 不是啊 即是那個改變呢 我是覺得我真的接受不到 好老實說 真是接受不到 好老實說 如果一個題材 即是他去到這樣的話 叫分為兩字 不是六集六集 是前半截和後半截的東西 說的東西是內容 說的方向是不同的 OK 而你後半部那裡 其實 甚至我覺得後半部 它是一個必然的悲劇來的 這個悲劇 當然我好像說 其實根本就是想出遊戲的 Timeswalk這個能力 就是什麼 給你世界線 當然OK 分回這件事也不理 而同一個故事的主題就是 因為有一顆星 老實說 我曾經在最後一集見到什麼 主角收窄了所有能力 之後 原來他跳上去 原來因為那顆碎星又來了 他一下子打一顆碎星 我可能更強 全超人 沒問題 他已經是超人 已經是神級 我想他應該能力多到 已經不止 忘記了他什麼能力 但 也就是那句 我告訴你 其實你斬檢看 可能每斬檢 每一份去看 我覺得那個鋪排 或者是那個劇情 其實不差 但你全部黏在一起 你十三集去講一套 其實 嘩 又過不過分一些 你不要十三集 其實我當你首先 兩季二十六集 你那個 始終你那個 劇情的舞台不同 你的舞台不同 你說的東西 或者你的思想 那個基礎 其實應該都不同 我只是簡單一句 他的主題 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來了一題 他 不是來了一題 他的主題 一直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由開始 到中間 其實你看到就是 我們一滴捉不著的就是 這個故事 主題究竟是說什麼 親情 有情 超能力 黑莫 什麼都有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句 拾答完了便好 拾答完了 你最後救了你妹妹 親情 有情 解決了 真的完了 最後你為什麼要統治世界 為什麼要囊括世界 所有能力 為什麼你要去到這麼大的層面 我們現在不是在讀中國文化 不需要去到這個層面 這個也不是你一個 可以去觸及到的層面 自己一個人改變 不是自己一個人觸及不到 是你現在 你作為一套 你作為一套十三集的動畫 十三集的動畫裡面 你應該要去做一個什麼出來 現在就是OK 你一個主題 親情也好 友情也好 行 沒問題 但請十三集裡面 揮繞這個題目去做 你要做第二季的 OK 沒問題 第二季裡面 你用另一個主題 我其實覺得 它是神話太誇張了 這個東西我已經是很難接受 因為 就是那句 你情理知道 內瑤有些東西 你想想 我們一開始覺得 這套東西沒有Andro Beast 那麼難入口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格局在世界 我們可以理解的世界之內 你可以每次接個舞台 我亦都會用了十集 依然都在學校之內 你突然輸出一個世界 用一個超能力者的觀點 要去挑戰全世界的超能力者 其實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板牙呢 剛才所說 你不知道你的能力底是多少 可能你吸了十種能力 其一是這樣 其二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 真的有人會贏到你呢 我覺得這個誤奇的 好像最後被人射箭 這些擺明是偷襲來的 你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可以應付 偷襲這件事情 你念力都要 子彈飛過來 才可以念力的 我偷射你 噗一聲 我沒有了頭 那就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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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 你要考慮的事情很多 你不是說 我踏上征途 然後就斬巴切菜 打流落 所以 不是這樣的 我也是說 他在後半那裏 其實他需要一個 同一個一季的時間去寫 他可以寫另外一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 當然我們就說 我們看過這麼多的英雄片 所謂叫做 收集倫力 老實說 我給你一套 我畫個最實際的例子 美劇的Hill 他做了幾季 六季他都沒有搞定這個故事 人家一集搞定了 那又老實說 如果你說 你說我最後要開一季 我做英雄片的 就不是麻之社 你變成了 你是黑之啟的者 是黑之啟的者 我不是說 黑之啟的者 麻之社 黑之啟的者 打棒球的 大哥 你不要了 打贏之後 你要給我的 你輸了也是要給我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 其實 我覺得有點難理解 就算我當你說 你這真的是兩季做 就算你們說 兩季做 其實這兩套東西 你都不可以告訴我 這是下落特異 我覺得是另一套東西 這套就是 這套叫做 超能力者大戰 或者黑之啟的者之類 因為兩個的材 真的完全不同 重心都不同 我真的十集 還可以告訴你 我有情而血愛 我可以說這件事 最後那三集是什麼 沒有了 我連我記憶都不見了 我還哪會有感情可言 甚至其實 好老實說 其實他應該是善用 就是那個所謂的 Timeswalk的能力 就是別開著其他 那些所謂的什麼 黑幕那些東西 每條線 就是你 你很 很閃電機的感覺 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 麻芝應該不會寫得到 不是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個死 就是他怎樣救 不是 其實很簡單 最簡單一點 我跳一下世界 哇 FPM 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了秘密組織 你不要想到這些秘密組織 我都說不想這些 OK 他怎麼跳的 總會有他心 就是我不講大愛 身邊的人總會有不幸 就是因為他的貪索 就是他拿了Timeswalk 之後因為這樣而有不幸 他不一定去Timeswalk 最終他得出的結論就是什麼 我不存在就可以了 就是一樣可以的 麻芝最厲害 是寫這些東西的 最終說 沒有我這個人 就沒有那麼多事發生 那些叫眼不見 就是乾淨 就是可能 他不代表這些事情 不會發生 可能最終的結局就是什麼 原來 只要我一個人不幸 其他全部人都會幸福的 其實現在也有些相似 他只要不承受太多的事情 然後他又失去 但是你說 那個主題不是全部都去了 就是 但是你太大了 就是我經常都拘捕 這個世界太大了 你太跳躍了 就是 一開始是校園回來 然後又可以唱一下歌 沒有了 唱一下主線救一下妹 OK 變寵壞小精靈 但是你怎麼可以這麼討 總括而言 他的主題叫做什麼 你現在這樣想 就是 製若群也都說 麻芝本身這個劇本 是很龐大的 就是龐大的程度 去到多少 我們不知道 也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 他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就把這套十三集的下落突出來 其實我覺得寫的時候 麻芝不懂寫電視劇 十二集劇本 我覺得不重要 你找人抓住你 不,很難的 有時候他寫到那個劇 有些我會說 你不是說刮就刮到 你寫的時候 有個原案 有個企劃的構思 看完之後就淘汰 不用寫 你要尊重麻芝 然後麻芝就一個劇本 你寫就我那份 是啊 就算我當你不要剩三集 其實你只剩下一集 你留個開放性結局 告訴你 我要踏上旅程 我覺得這個結局 都沒有問題 都還可以 你雖然跳出了少許國際 但是 你告訴你 你不交代之後 旅程遇到什麼 那是一種成長 你想想一開始 男主角是怎樣 要依附她的妹妹 又要煮飯火 自己處理不了些事情 要自己去搞定 去對付那些恐怖分子的時候 怕到她有救救 現在他叫自己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他有承擔 是啊 這個是一個成長 我告訴你 PAWords 這麼多套動畫裡面 賣得最好的一套 叫ANGEL BEAST 是SILOBACO 100雙的兩倍 或者三倍的少量 8雙已經賣了一萬套 已經 整班MALSUM 已經在說 哎呀 雖然這一套又要死 但為了賣錢的關係 都很努力 你要體諒一下PAWords 製作公司 我告訴你 我會覺得他很盡力 但是 你這類的東西 有些東西 劇本是寫成這樣 那你又要斬 那你又要 將一張就走 最重要就是 麻芝你不能斬 本身的號召力 就在那個位置 那裡 普通作品就變成神作 爛作就變成普通作品 就是你明白的啦 大魔王 你要明白就是 這套東西 不是麻芝寫的話 全世界方向說 這套東西是一套 不知所謂的垃圾 但如果你說 它是麻芝寫的話 至少有一班人 會告訴你 你看不透而已 你這樣說 我這樣說 這套垃圾 我覺得不是 但是 你可以看這個情況 它那個連貫性 那個的流暢性 是不行的 就是它是將一個很大 突然 將一個世界又大又小又大又小 又大又小 強調的主線 又好像不是很清晰 頭十三是很清晰的 之後真的不太知道 他在做什麼 老實說 你看到的戲看什麼 那你也是看它的主線 看它本身的重心 那你就看這些 但是我找不到 而我覺得最令人可惜 最後最令人可惜的是 其實麻芝最擅長的就是 好像說 他描繪一個 親情友情 那些什麼 角色 他掃了一個角色出來 你不要管那套有多難 至少每一次 他都成功索罪了某些角色出來 會覺得你會喜歡 你會喜好 但是這套裡面 I'm sorry Novey 有你其實都ok的 就是你發覺 它有些滲出來 好像有些神人化化 其實它是有些思想的 你會發覺 即是怎樣說呢 至少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現在 所謂叫做什麼 這個 這個束縛市場裡面 女角來講 她這類性格 我很少找到 嗯 即是你會覺得 至少她不是複陣人 這個是真的 但是她這個角色 可不可以發揮到更多呢 是我覺得應該可以的 至少我覺得 她哥哥那條線 其實沒有什麼交代過 即她的歌好回來 好回來就算了 還要跟著 然後跳完 喂 跳回去 救回她的妹妹 她的歌沒有好回事 喂 我哥哥呢 你救回我哥哥 即這些你要發展的 你講一下 我香港及烏 不是告訴你 你做我女朋友 那就算了 即 至少 你拿到治癒能力的時候 OK 你不治療眼 你第一件事想什麼 想回你哥哥先 即 我妹妹是人 現在我哥哥就不是人 這樣 喂 你反過來 你就是另一個吉祥麥 她也有她的指線 即她之後是有賣美 她是很少數地有個角色 不是男主角 而是有賣美 拿了她的能力之後 然後 她跟她姐姐交通信給她 她姐姐也在消失之前 也見過她的父母 喂 這些就是交代 這些就是角色線 本身的交代 我不需要太多 你幾個畫面 幾多分鐘 三四分鐘 喂 不多 更加不要說高成 一開始就沒有劇情 你這些角色 老實說 其他KFA 我都不計 這些都叫重要角色 你OP見到她 大陸奔妮見到她 你都不去處理 即 你原本我應該看到的東西 都沒有 我最後這樣說 這件事就是 在今次的故事裏面 見到的就是 無論 並不是故事角色的多寡 劇情方面的雜數不足 而是本身 麻芝在這一個動畫製作的劇本裏面 他未完全可以掌握到 一套動畫裏面 應該失去多少的內容 我很肯定就是 在這套動畫裏面 如果整個長篇裏面 我都頗有信心 就是 他可能也是一個非常之不錯 或者感人的故事 但是在現在作為一套動畫 只有十三集的情況之下 他失去出來的東西 他是做不到 整套動畫 十三集 他有麻芝的堅持 堅持什麼棒球那些 那些堅持有的 但是很硬性的堅持 但是 整個感覺 我看出來 真的不是很麻芝 通常麻芝總是要找些狗血位 淋一下眼淚 他不是說沒有 但全部都是 因為你要知道 我舉個例子 《The After Story》 一套動畫 他是在用十六七集 去堆砌一個感情炸彈 那這些感情炸彈之前 就是什麼 一些日常 但是這個日常 可能不一定有意思 但是最終你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令到觀眾感動 那這個就是麻芝最殺死的地方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一開始本身的雜數已經不夠了 你的雜數也不是為主線鋪戰 而是說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最終也不是堆砌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很感人的熱血 親情之類的 我看出來 我覺得是不像麻芝的多成都 就是給我的感覺 不像他平時做的作品 就算你《Angel Beast》 我當你《Angel Beast》 我覺得不好 真的不好 一堆作品不好 至少我都會看到 你好明顯有些狗血位 你是想觀眾流淚 你很刻意也好 還是你覺得你演對齊很久也好 至少我看得到 你和我就是看不到 真的幾乎是 可能是射過金錢 可能是偶像過他們的姊妹情 但其實他們姊妹都沒有交流過 什麼姊妹情呢 即是他姐姐消失了 你作為一個觀眾 平時看到他 偶像出來點一下火 你都會覺得有點傷心 但他妹妹對他姐姐有什麼感情呢 一開始就沒有了 其實 由第三集開始 你都明知道你姐姐已經要 不是 我這樣說 所有的死亡離別 任何的位置 他是有做過位置出來 但是 主要現在的key point 一直都是鋪層 鋪層那位置 所以你要堆砌 因為是感情渣 你要時間 所以 所以 我怎會為他傷心 所以那個話 我剛才也會說 就是 他拿捏不到 應該放多少個感情炸彈 不是他想要多少個感情炸彈 因為現在就是什麼呢 他是放了個炸彈 但爆出來 原來是啞蛋 原來是 煙發 嘩 煙發你都會嘩 不是 是你拿著的 甚至是啞蛋 你看完之後 你是不會 你不會 有任何的感動 你就是覺得 我這個位置 我死了人 死了人 應該要 突然之間 心吹一吹 然後我們繼續去下一段劇情 我不是應該被迫 我不是應該哭 Anyway 就是最後 已經是可以判定 就是 在麻枝 大家是不需要再期待 首先 在麻枝 做動畫腳本的時候 先 大家都不需要再抱大大的 他有沒有進步 不是 我這樣說 不可以完全沒有進步 我自己不是一個麻枝快 也不會為他特別說話 但我會覺得 他有刻意去想可以改善一些事情 但只是衍生出另外一些問題 可能當年 Anyway 被人說太離地的關係 這次他不離地 腳踏實地 但他做的事情 可能他是想挑戰一些 他不是很熟悉的層面 那情況就變成 Anyway Torri Stoney的問題 就是他本質上是出問題的 因為那個基礎 大家看不明白 但是 總會有人覺得好看 我覺得都很感動 這個我覺得是一件事 我也不會質疑別人覺得好看 可能別人看到的事情不同 但今次 我想這個問題 就比較明顯 我想很難不認同 就是 始終劇情 他不是很懂得 他不懂得如何在13集 如何有效地 設一些有效的資訊 如何篩選一些好的劇情 拳重那些劇情 多與少 輕與重 這個是比較重要 一開始所說 剛才都有提過 三集是一些很校園式的劇情 其實你放這些劇情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你之後的世界都不要放那麼大 你最好就是又圍繞校園 有空有些主線經過一下 最後又有些校園嘻嘻嘻嘻 那你一季 沒有問題 但你既然要擴展到一個世界性的事件 就麻煩你校園那些無聊的東西 就不要放進去 你最好一集 甚至半集都講完 然後你就入主線 之後你就在一個世界 世界觀那裡 你擴大了世界 在一個世界舞台之上 放多一些得物 就不告訴你 我用了一集 就統治了 把所有的超能力者 全集了 你要權重 你要將那些劇情 好好分配 篩選 看看它多長多短 令到整件事 平衡 我這樣說 回到來 他現在 麻煩並不是需要這些技術 他是需要一個有這樣的技術的人 去協助他 因為老實說 你沒有可能期待 做開這件事 除非他突然經歷過很大的轉變 我不知道 但在短期內 其實他要成立這件事 其實麻煩其實是應該 他是一個原案 然後他再需要一個腳本協力 去幫他把這些東西 因為他做動畫 現在的最大問題是甚麼 他那個腳本就是他自己 過幾個禮拜前 做之前才吐出來 那些人是沒有辦法去跟得到的 即使人家是斬 但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斬 是整理 整理他所有故事的問題 哪些元素要抽取出來 所以其實他現在是需要 我覺得 與其說 他需要進步 不如說 他需要找一個人 可以接得住 他的腳本 他的劇本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其實作為一個原案 你寫的時候 你要看你用甚麼心態去寫 其實他一直都是 我都很清楚 一直是拿這個 自作為一個遊戲 那樣的心態去寫 其實如果你用這個心態去寫 去動畫 那別人又不想改變你太多 就唯有只會斬 基本上都沒有甚麼 即沒有甚麼再其他方法 所以我不可能改變你劇情 但如果我斬得來 我又要不要把關鍵位置斬 就變成一家人 即是那個情況 我覺得 如果麻知你真的很忠情動畫 你真的很想在這裏發展 其實有些我覺得要放低 要有些改變 即是不是告訴他 其他人去遷就你 你要自己去想想 究竟一套動畫 他每一集 要發揮多少 一季可以達成多少目的 可以帶出多少訊息出來 你要自己去想 你想了十個訊息 但我帶不完出來 我斬了之後 那些人看到 一定只有一個訊息 甚至沒有訊息 那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這是一個討論 即是一個團 我覺得是work in 一個團隊 老實說 因為他現在一直在做的方法 就是他不是在團隊裏面 他是在團隊外面 提供腳本 他給了你 現在你去搞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是 他是需要在團隊裏面 即是他公司 還是他坐在別人的公司 去完成這個項目 這個現在才是 他可以真正做到的解決 這個也要改變之一 你剛才說 你坐過去 其實的含意就是 你要熟知他人家的做事環境 即是你做出來的元朗 斬完之後 斬得不利不利 那你沒辦法 唯唯到一個 最好一件事就是 你不用怎麼斬 你做出來的一件事 塌下去 就可以很容易地融合到 這是一個理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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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其實經常都要這麼拘力 現在近來這麼拘力於動畫 你就要有這個改變 要不然我告訴你 你做了三四五六套 其實都是這樣 我都是這樣 我明白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可以做的出道就是 他自己突然之間 完全改變這種做法 第二就是 他真的願意和一群人合作 去做一個企劃出來 不是他空降一些東西下來 即是他只有這兩條路 可以選擇 就是說 他可以做到一套真正的動畫作品 而跟著他自己希望的方法 去商討出來 他可能會有少少 就是和過往話之不同 但是 這個也只是他做動畫裡面的出路 都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會覺得 當然 其實我不知道阿拉丁心態 他好像近來都在玩動畫 也很喜歡玩動畫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除了第二套 也會有第三套 那 這次我覺得 那個決點始終是 那個劇情的限制不到 還有講得太大 主要是這些 你說他沒有改善 其實我覺得 他有努力的 我不是一個麻子黑 我不會告訴他 他有亂做事 不是 人家是真的有努力的 但問題是他努力了 他在另一方面 又好像出了一些缺陷感 即是他的劇本 當然 你說樹齡王 找不到一些人 可以去配合他 其實我覺得這個 也有些難度 即是 可能這些是商業上的問題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 你看看個案的作品 也會知道 你可能說卡朗也好 他本身的劇情份量 本身是小 這個沒辦法 但你說卡朗 兩季 Cornado 兩季加兩季 四季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你要知道 他的感動位 是要培養出來的 即是當你去 After Story 這樣培養十幾集 跟他女兒之間的感情 當他女兒 噢 你的感情炸彈才會是厲害 你會知道 他本身 他真的需要時間去醞釀 馬之的劇本就是這樣 他不是真的可以寫 勇者鬥 不同學龍 不是勇者鬥龍 應該說 他需要在這個所謂的醞釀 他要作出突破 即是他要怎樣 在動畫裏面 做出這個醞釀 即是說 你要長時間醞釀 即是 動畫都有動畫的長時間 動畫的長時間 可能三四集就已經叫長 你遊戲的 四個小時 可能才叫長 但是你要去拿捏 就是這個位置 你怎樣去濃縮 這個位置 你怎樣去濃縮 我們軍不見 其實很多動畫 不是做不到感動給我們 他依然是用幾集的 馬之反而是叫做什麼呢 他是需要去參考 這一類型的作品 去怎樣做 去融入自己的作品裏面 可以作出這個改變 不是 他人又說 我不管了 你不給我四個小時 我就不做了 不知道 可能我也有些商業原因 其實老實說 你馬之劇本 你寫過兩季 我覺得有 不過分 即是 你始終 你要知道 只要掛著馬之劇本 就會有這個 需要效益 基本上 你肯定不會虧 如果你想想 一套作品好 其實我覺得 特別是馬之劇本 你給他一些雜數 也會有 我現在真的不是單常插 但有時候 如果假日那個作品 真的可以有機會好 其實我覺得 是應該給他好 而不是 十三個作品 其實浪費了 劇本 有時候 因為現在 你叫做 都是罪我 其實現在的 動畫文化 都是其實 速食 速食得 是十三集之餘 有些是什麼呢 就算說兩季 他都是想薄 分割二期 當然 一季試試一下水溫 發覺賣不掉 二分不做 就行了 沒所謂 當然 這個我歸咎於 其實究竟是 動畫現在的 腳本 即是任何方面 的不足 令到就是衍生了這個狀態 還是什麼 其實這個 當然要考究 但是衍生 很多時候就是 一些 需要 長篇 寫手 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現在這個時機裡面 他們真的會比較吃力 這套 我們就到這套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